美国夏威夷州居民在13日上午8点13分纷接获飞弹即将来袭警报 还称这不是演习 要求民众赶紧避难 这让接获警报的居民以为北韩飞弹真的打来了 顿时惊慌失措 不知道该堵到哪去 没想到警报发出38分钟后 当局才更正这竟然是人为舒适导致挫发的假警报 这起大乌龙让当地居民周末清晨一大早就历经生死存亡威胁 民众为之光火假警报透过手机发送给所有夏威夷手机用户 立即引起了岛上居民和社交媒体的恐慌 不少民众在街道警报后立刻汽车到地下室避难 社群平台上的影片显示 夏威夷民众在大街上惊慌失措的狂奔 也传出甚至有民众在街道警报后 举夹跳进的下水道避难 至于假警报怎么发出 夏威夷紧急事务管理局 Hawaii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事后坦诚是一名内部人员在交接班时 误触按钮发送警讯 造成这起不可思议的错误 并强调不会再发生 民众手机接收到的紧急警报内容写着 弹道导弹威胁入侵夏威夷 立即寻求避难 警报还特别注明这不是演习 这项警报是由紧急警报系统发出 全美当局利用此系统对大众发送紧急讯息 夏威夷紧急事务管理局事后证实 这是一场虚惊 是一个错误 为防备北韩可能发射飞弹 夏威夷州紧急事故管理局去年12月 才刚恢复测试核弹空袭警报 这是近30年来的第一次 当局事后坦诚 今天的事故是人员误触按钮 造成不会再犯 但民众在意的是 政府竟然在讯息发出38分钟后 才更正式加警报的反应过于归宿 让民众在周末一大早受惊 夏威夷州常议盖 David Orge表示 因为没有自动的方式发出错误警报取消的推播 因此只能启动人工取消程序 要花上一段时间才向民众证实 只是误发警报 我知道今日的情况是不能接受 我对任何人经历痛苦及困惑而道歉 联邦传播委员会主席培议 Ajit P也在推特上表示 委员会正在就此事展开全面调查 中时电子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